大家好 我是小江 后面这里是我的鸵鸟 从我回来农村创业 然后养鸭 养鸡 养鸥鸟 前面养鸭养鸡都已经倒闭了 鸡的话还有十几个在那里 马上就卖完了 以后就不再养了 然后还有剩下这个鸵鸟呢 这个鸵鸟一开始抓了两批 第一批是两个 第二批是23个 然后总共就是25个鸵鸟 现在呢就还剩下4个鸵鸟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4个鸵鸟 4个都不一样大 然后这个最大的呢 是第一批的 最大的这一个有120斤以上了 然后这个第二大的 第二大的也有这个七八十斤了 最小的这一个呢 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感觉像营养不良一样 这个脖子那么长 这个腿那么短 它的形状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是不是吃草吃多了 没吃多少饲料 它就长不大 因为最近呢 资金缺 所以的话就没怎么给饲料它吃 都是喂的草 我的鸵鸟都是喂的这种牧草 你看 饿都饿死它了 就只要4个鸵鸟 每天都要喂 像这一个的话 一个一天都要吃几十斤这种牧草 还好我以前种的够多 种了几某地这个牧草 但是呢 也要每天去割回来给它吃 怎么吃都吃不饱 现在喂着喂着都喂烦了 都不想喂了 主要也是这个鸵鸟 它在慢慢长大了 然后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4个空间真的太窄了 没有给它地方运动 没有给它地方放养 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人收这种鸟鸟的 现在这么大一个 有没有人要了 想把它卖掉 就不想养了 也宣布倒闭算了 以后呢 就用心去经营我的炸鸡奶茶店 只要做精 做好一样就够了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现在不能分心去搞这些那么多 我要全心全意的去经营好我的奶茶店就OK了 就看有没有老板看上你们了 如果有老板看上你们的话 估计还能换一个好地方 继续生存 继续过你们的好生活 如果看不上的话 估计就是有点残忍了 这个鸵鸟好久都没有刷牙了 刚刚被他叮了一下手指 好臭啊 这个手指 跟那个口水的味道差不多 臭死了 闻的